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赚明 继续给大家播讲 漫谈美国史 上次我们说到 美国总统的行政权力 在都今时代大幅的上升 很大程度上呢 是因为垄断资本出现的需求 这是因为全国市场的形成 它就要求美国的人帮政府 必须迅速有效的处理全国性的终端 而国会内呢 党会势力纷争 共产党控制的参议院 和民主党所占多数的众议院 长期的对峙 这让美国当时的立法部门 很难用一个声音来说话 相反呢 19世纪80年代之后 美国的历届总统 都在竭力地想要摆脱 康梅仁的角色 克里夫兰在他两次任期之内 使用了否决权300多次 这有利促进了总统地位的上升 总统所处的位置 要较有利于联邦政府 两大党和垄断资本的三者结合 像克里夫兰和纽约的金融界 哈里森和铁路集团 麦金兰和中西部的制造业集团 都是关系胜利 这是国会的党会势力所不能急的 在竞选的过程中 总统比国会会表现的更为开明一些 做出改革的姿态来争取民心 因此在调整政策方面略胜一筹 此外 总统他总是能比国会更加迅速 更加坚决地保护企业的利益 在历次经济危机和大罢工面前 总统都会采取非常的措施 来保护资本家度过难关 因此行政权力上升 他自然就成为了 美国向垄断过渡时期 阶级斗争尖锐的成功 正像当时有些学者所说的 有理由相信 总统权力将达到一个 比内战以来任何时候都要高的地位 在美国各地的趋势 正是把权力和责任 集中到一个人的手里 这是毫无疑问的 当然真正形成总统权力中心的 还是要从西奥多罗斯福 经过伍德罗威尔逊 再到弗兰克林罗斯福的这个时期 那美国的国会呢 曾经长期被保守势力所控制 议员中相当一部分 是文化素质较低的 内战时期复原的军人和党派骨干 这种落后的构成 就让美国国会在19世纪末 联邦政府中的地位出现下降 但是国会的结构 也在发生缓慢的变化 各种越外集团和专业委员会的活动 可以加强 那么什么是越外集团呢 越外集团又被称之为压力集团 那就是某种相同利益的社会集团 通过各种途径向国会施加影响的政治力量 在19世纪末 美国院外集团主要是几个类型 一种呢 是由党魁直接操纵的政党机器 第二种是由大资本控制的企业集团 比如铁路集团 唐业集团 指导商协会等等 第三种呢 是美国内战之后 遗留的有关地域斗争的集团 比如像共和党大军 第四种是和重大的社会争端有关的团体 比如说文官改革联盟 副本位联盟 关税改革联盟等等 第五种是来自于社会下层的集团 比如农场主集团 黑幕揭发展等等 各种越外集团相互交叉 往往通过达成默契和妥协 来保证某些立法得以通过 由于地域结构和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动 某些旧的越外集团会日渐的衰落 比如在内战之前很有影响力的南方集团 这个时候已经变成五度轻重了 在19世纪70年代 曾经颇有势力的共和党大军 到了90年代 几乎是销声秘笈 而和垄断资本主义同时发展的一些集团 则开始左右政局 比如说全国制造商协会 他的主席就是显和意识的马库斯汉纳 他在参入两院都是势力慎重 其他一些集团的首领 也往往会出任国会的委员会主席 或者是内阁部长 院外集团是两党制和国会的补充 也是财团控制政府的重要途径 也被称之为无形国会或者是第三院 这种模式直到今天 在美国的政坛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那么随着社会经济活动急剧扩大 立法过程也变得更加的繁忙和复杂 每届国会讨论的议案 从19世纪70年代的37000多项 增加到80年代的74000多项 为了应付这样的局面 立法程序的主要环节 就越来越在各种专业委员会中进行 国会的辩论和表决成为了一种形式 那么国会的委员会分为两种 一种是关系到国会法定职能和权限的常设委员会 比如说关税 筹款 拨款 上诉委员会等等 这都是由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政见人物担任主席 像加菲尔德 海斯 谢尔曼等等 第二种呢 是负责重要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研究的专门委员会 比如彭德尔布顿委员会 普桥委员会 考克瑞尔委员会等等 那么委员会的增加 就让议员的职业化趋势日益的明显 那么议员的更换率从70年代的58% 降到了90年代的24% 而议员的服务的年限也越来越长 当时比较有影响的两名众议员的议长 托马斯·里德和约斯福·坎德 他们的服务年限分别是20年和28年 于是呢 国会中的这个各个委员会就掌握着实际的立法权 年资罪长的议员操纵着立法程序 这就让美国国会在当时更加失去了民选的意义 同时呢 国会构成的相对稳定 就让它的保守性大幅增强 这就更加有利于垄断资本 对美国立法过程的影响 最高法院在阻碍改革 破坏罢工和维持种族压迫党方面 具有行政立法部门所不具备的特殊作用 那么当时最高法院之所以能够有恃无恐 就在于它受到所谓司法独立的保护 美国国会在重建时期 为了制约行政部门 并且阻止民主党人进入到最高法院 在1869年 明确规定了最高法院由9名法官组成 并且再度肯定了法官的终身任职制 终身任职制就让大法官们得以顽固守旧而无厚优 最高法院还利用司法复审权 对当时美国各种改革立法横加阻拦 动不动的就以正当法律程序 宣判联邦和州的干预政策为宪 反托拉斯法经过他们的解释 变成了作用全然不同的双人间 八宫领袖经常被最高法院判为垄断贸易的罪犯 而在南部横行步伐迫害黑人的三开党问题 却成为了联邦无法干预的各州的内部事务 那么最高法院充当保守势力的主要堡垒 即使在奥利弗·霍尔姆斯法官提出改革理论之后 仍然是文词不动 直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 美国实行新政才触及到了这块禁地 那么再来看美国联邦军队的变化 美国内战结束之后 美国联邦军队的主要任务 从平定南部叛乱和执行军管 逐步转移到制服西部印第安人 和防止北部城市工人的罢工蔓延 适应这种转变就让联邦军队的人数 从一百万人削减到了三万人左右 但这并不意味着军队的地位出现下降 相反的 联邦政府一直对军队给予优惠的拨款 陆军的巨额抚恤金和装备开支 成为了美国联邦政府第一项主要开支 而海军的拨款 从19世纪70年的400万美金 增加到了90年代的3000万美金 到了1893年 美国海军已经建造了22艘5000吨的铁甲舰 形成了距离美国海岸线 1000英里以外的作战能力 被他们大规模的海外扩张准备了条件 除了更新和加强军队装备之外 美国联邦政府还着手改造 建国初期所延续下来的旧的指挥系统 在麦金来总统任内的陆军部长 埃里胡卢特 他就开始设立总参谋部 用于制定防御和动员计划 调查部队的效率和状况 协调军兵种的行动 在陆军部和部队之间 建立起了比较畅通的渠道 美西战争之后 美国的总参谋部进一步得到加强 并且在1903年被国会正式批准 总之呢 经过19世纪末 联邦政府对军事机器的调整和加强 美国军队基本上适应了20世纪 美国垄断资本 对内统治和对外扩张的需求 那么美国在16世纪末20年代初 它的联邦主义得到了更新的发展 因为美国内战从政治上摧毁了周权主义 恶性发展的产物 也就是分裂主义的南方同盟 那么接踵而来的 就是美国全国市场的迅速扩大 这又从经济上削弱了周权主义 赖以存在的基础 垄断资本呢 得以取代分散的自由资本 而居统治地位 为实行更加完整的全国性的政策 提供了前有里的支持 这些因素都会促进美国的联邦主义 在19世纪末的迅猛发展 那么联邦主义的发展 还有一当时一系列具体因素的作用 从政府的人事构成上来看 内战之前的那些 来自于南部的官员 绝大多数在战争中或者战后 退出了联邦政府 这就直接消除了旧的地域主义 重新占据优势的可能性 同时呢 重建之后的美国联邦政府 仍然注意保持低于政治的力量平衡 像总统海斯在他的内阁中 保留了一名南部官员 和几名宾介州官员 担任部长的作用 这被之后的美国总统们 沿袭而成为惯例 从宪法体系上来看 联邦主义的发展和美国 在美国内战期间所通过的 十三十四十五修正案 有了密切关系 因为这三条修正案 名义上是为了保证 黑人权力而是定的 但实际上处处都包含着 削弱周权的含义 这三条修正案都明文的规定 联邦国会有权以适当的立法 强制执行本条修正案 这就从根本上取消了州权 抵制联邦权力的法律依据 迫使各州最终在政治上服从联邦 联邦主义的发展 当然有它经济趋势的内在作用 19世纪末 在美国的国内外 市场存在着激烈的竞争 这就促使美国联邦政府 在关税 货币 土地 铁路和专利等方面 必须要采取有利的措施 来资助和鼓励企业的发展 那么联邦权力也因此 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得到发展 社会阶级矛盾的尖锐化 也要求联邦 必须积极地干预各州的内部事务 而各州呢 也无法遏制垄断企业的极端行为 更加难以应付 工人运动的严重挑战 只有借助联邦政府的力量 才能够帮助各州 保持内部的稳定 那么联邦主义的加强 还借助于美国政治区化的变化 一些西部新州的建立 从开始 他们就缺乏州权主义的传统 这就让他们比原来的州 更加依赖于联邦的财政支持 从而间接地加强了联邦主义的发展 同时 各州仍然保留着部分的独立性 不同的地域在政策上 表现出各自的特点 反映了美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和积极力量对比的差异 比如南方各州 它保存了实行种族隔离的吉姆克劳治 挫败了联邦干预南部选举的企图 那么中西部各州呢 在第三党的推动之下 较早制定了铁路管制和反托拉斯立法 远西部的新州 创立了包括创制权 复决权 直接选举和无济明投票 等民主程序的州线法 那东北部各州 则较早地开始实行 城市环境改善和劳工保护 等改良主义政策 我们就可以看到 当时美国各州 各地域的特殊政策 从不同方面 就影响到了美国国会的力量对比 和三权制衡的关系 这就补充和发展了 美国联邦的全国性政策 如果说美国建国初期的联邦主义特点 是从邦联走向联邦 那么19世纪中叶 到美国内战的联邦主义特点 就是要逐步铲除分裂主义 巩固美国联邦的统一 那么也可以认为 19世纪末的联邦主义的发展的主要特点 在于联邦政府和垄断资本 开始全面的结合 1893年的经济危机 就导致美国企业合并的高潮 垄断组织在主要的工业部门里 就确立了优势 摩根集团通过公债交易 控制了美国联邦的金融命脉 那么经济上的统治地位 必然要转变成为政治上的主宰地位 1896年的总统选举 共和党的候选人麦金来 就得到了美国各个垄断集团的清党相助 他作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第一个群权代表 登上了美国总统的宝座 由于两大党的上层 一致导向麦金来 国会中的形势对他特别有利 当时国会的四巨头 也就是罗德岛的纳尔逊 阿德里志 康尼迪格的奥威尔普拉特 埃华的威廉·埃里森 和维斯康星的约翰·斯普纳 都曾经是麦金来当参与员时的中央伙伴 他们代表了东北部和中西部 两大城市群的垄断集团的利益 而麦金来的后台 马汉纳也走向了前台 亲自作任国会 于是呢 麦金来就成为了总统 国会垄断资本 和两大党四位一体的人格化 这就标志着罗伦资本 和美国联邦政府 全面结合的时代的开始 这种结合的本身 也代表了联邦主义 它就战胜了地域主义 或者是周权主义 麦金来上台之后 就立刻组成了一个 全市庞大的内阁 政界元老约翰·谢尔曼 出任国务卿 他和洛克菲勒私交甚密 内政部长布里斯 他本人就是纽约的大银行家 是公平人寿保险公司的董事长 陆军部长 卢瑟尔·阿尔格 他是密歇根州的木材业的巨头 在他之后 陆军部长这个职位 又由摩根的法律顾问 埃里胡·卢特来担任 此外呢 很多大企业家 也分别被任命为 驻英 驻法 驻德 驻日等国的使节 因此在美国历史上 麦金兰的政府 也被称之为百万富翁俱乐部 总统按照各个财团的实力 来分配权力 比旧的党魁的分赃制 更加符合垄断资本的要求 从此 白安富翁本人出任内阁部长 或者是联邦政府要职 就成为了屡前不先的事情 三权之衡的关系变化 联邦主义的发展 垄断资本和联邦政府的结合 这三者就不约而同的 加强了美国总统的权力 政府机构的调整和增设 官员素质的效率提高 镇压和平衡两种职能的同步发展 也使得美国的整个国家机器 开始适应 它经济运转的要求 尽管这些变化是被动的 是不自觉的 但是它们的历史意义 仍在于 为二十世纪美国国家 垄断资本主义的大政府的出现